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树下可折叠遮阳帽的编织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日本进口盒子手边线 柔软轻薄又有骨性 相比一般的拉菲棉草等 勾织时比较不伤手 成品轻便有型 可折叠方便携带 简单的造型可轻松搭配不同的左装风格 有两种配色可选 具体配色色号和构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 整体采用黄形起针法 逆时针螺旋向外编织 使用到的针法只有短针及短针加针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要说明的是 这款线在使用时不可以将线圈取下 否则线会乱成一团 先将线圈推到一侧 找到绕在中间的这段线头 解开 这样线可以直接从中间这样子拉出来 线圈的存在不会影响我们使用 接下来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的两个手指上 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钩针 钩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钩针再次绕线拉出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短针 钩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钩针上有两个线圈 再次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看到短针上方 有这样V字形的两根辫子 我们在辫子的下方 放一个记号扣 这是标记我们第一圈开始的位置 接着继续勾五个短针 第一圈一共完成六个短针 全部完成后我们来看 这样V字形就是一针 数一下一共六针 接着来收线圈 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钩针重新挂好线 我们直接开始第二圈 注意螺旋形的钩法 每一圈都不用引拔 也不用起立针 钩针穿过记号扣标记的 这个折目下翻 注意起针的线头 放在钩针的上方 直接钩一个短针 这就是第二圈的第一针 我们在这一针的针目上 放一个记号扣 之后的每一圈都要在第一针 放记号扣 不然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辨 哪一个是第一针 接着在同一个路针位置 再钩一个短针 这一针和第一针算成一个短针的加针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 同样勾两个短针 注意每一针勾的时候都要将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的上方包进去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是 在上一圈的每一个短针的针目上都勾两个短针 也就是每一针都是勾短针加针 所谓短针加针 就是在每一个短针上增加了一个短针 所以叫短针加针 第二圈完成之后 一共是12个短针 这里勾到了上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说明这一圈已经勾完 确认数量没错的话 进行第三圈 同样在上一圈的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入针 勾一个短针 放记号扣标记 一定不能忘记标记第一针 接着先解下记号扣 在第二个短针的针目上勾短针加针 在下一个短针上勾短针 在下一个短针上勾短针加针 第三圈的编织规律是 每隔一个短针勾一个短针加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18针 按照我们刚才的规律勾下来 到最后一针一定会是短针加针 如果不是的话就说明勾错了 这里完成了最后一针 起针的线头已经收了两圈 将多余的修剪掉 接着开始第四圈 同样先勾一个短针 放记号 接着在同一个短针上再勾一个短针 这两针等于一个加针 这样我们会错开上一圈的加针位置 会比较美观 在接下来的两针都不加不减勾短针 在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加针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第四圈的规律 是每隔两针勾一个短针加针 完成之后是24整 大家根据同样的规律自行完成 这里第四圈完成之后 开始第五圈 先勾一个短针 放记号扣 取下上一圈的记号 在下一针上勾短针 在下一针上再勾一个短针 在下一针上勾短针加针 这样同样错开了跟上一圈的加针位置 帽顶的加针方法其实很简单 每多一圈 加针之间间隔的针数 就会比上一圈多一针 这里第五圈 就是每隔三个短针勾一个短针加针 之后的第六圈 就是每隔四个勾一个加针 以此类推 大家根据这样的规律来完成帽顶部分 记不清楚的也可以看图解上 标注的规律来完成 这是帽顶14圈 全部完成之后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是一圈 数一下 圈两圈 这样数 确定是14圈 14圈完成后一共是84针 半径大约是8公分左右 如果手特别紧或者特别松的同学 相应调整一下圈数 测量之前我们可以稍微拉一拉这个枝片 因为枝片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弹性的 帽顶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特别简单的帽身部分 看一下完成之后的帽子的帽身部分 就是直接从帽顶开始向侧面向上延伸 只要不加不减的向上一直勾之就可以形成这种效果 在勾之帽身之前 我们在帽顶的最后一圈的第一针的这个针柱上放一个记号扣 标记一下 接着直接就不加不减的开始勾帽身 很简单 就是直接在每一圈上都勾短针 但是仍然要记得标记第一针的位置 大家自行完成帽身的部分 帽身一共完成20圈左右 这里是帽身完成之后的样子 同样枝片有一定的弹性 稍微将它拉伸之后测量一下 帽身的深度或者说高度 大约在10公分左右就可以 同样手特别松或者特别紧的同学 适当调整一下圈数 也可以在自己的头上四代之后来确定帽身的高度 接着我们要进行帽眼的部分 同样我们在帽身的最后一圈的第一针 在短针的柱子上放一个记号扣标记 先勾一个短针 放记号扣 帽眼的第一圈 每隔三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三个短针之后勾一个短针加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105针 之后的帽眼部分也不进行具体演示 因为同样很简单 帽眼的第一圈完成之后 第二圈是不加不减的短针 第三圈每隔四个短针勾一个短针加针 之后勾三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然后在第七圈每隔五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之后勾10圈不加不减的短针就可以了 大家也可以适当增加圈数 这样可以增加帽眼的宽度 接着我们讲一下换线的方法 第一团线快要用完时 我们先勾一个未完成的短针 就是这样绕线拉出之后 先不完成 取新的线将两个线头捏在一起 绕线拉出完成这个短针 这两个线头跟支片捏在一起 接着往下勾短针的同时 将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收进去 这样多收几针 换线就完成了 这是帽眼部分全部完成后的样子 最后我们来勾一圈引拔针作为结束 勾针穿过针目 绕线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就是引拔针 注意这里的引拔针不要拉得太紧 接着在每一针上都勾一个引拔针直到结束 最后一个引拔针完成之后 留一小端线头 端线 接着将钩针从后往前 穿过这一圈开始的第二针 将线头往后拉出 接着勾针再从后往前 穿过刚才最后一个引拔针的线圈 将线头从前往后拉出 拉紧 接着在反面我们将这个线头稍微收集针 修剪掉多余的线头就可以了 最后来勾帽绳的部分 帽绳直接由锁针来完成 先在左手上挂好线 勾针放在线的后方绕线 再次绕线拉出拉紧 接着勾锁针 勾针绕线直接拉出 这样子重复的勾锁针 一共完成大概1米5到1米6的长度 根据个人喜好 完成之后 完成之后 断线 拉紧线头 接着我们找到帽绳最后一圈 我们放了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 将帽绳从这里穿过去固定 在另一侧对称的同样的位置 再固定一下 在另一侧对称的同样的位置 再固定一下 将帽绳绳 绕两圈 打结 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 树下可折叠遮阳帽的勾边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 绕下 佛下 冰箱 最后 放下 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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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